放天燈的規矩 就是你要把你的心願 把它寫在天燈上面 寫好之後 然後就點火 那天燈飛上天之後 你的心願就會達成 然後我就聽說有一個故事 就有一個同事的一個朋友 然後他就寫 你知道台灣這裡 一個說法說 就是死會的意思 死會 死掉的死 約會的會 有這樣的字 對 死會 然後就那個 那個朋友 他就想要告別單身 他就寫 在天燈上面寫 對 我要死會 結果他 因為他寫的時候 同時有人點火 有人在點火 然後他寫 我要死的時候 來不及寫那個會 天燈就飛上去 所以就只剩下我要死 結果他的願望是我要死 這很善 對 所以我們今天寫要非常小心 可是我要死會應該是 就是還不錯 幸運 不錯 你要不要 我 我要死會 那你就寫 你寫那個 那我 我 沒有啦 就是覺得如果 有機會 也OK 這樣 OK 天燈會主的線 我要死 不要 不要 我要死會 好 不是寫錯字嗎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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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寫很多嗎 你自己有 你沒有什麼願望要我幫你們寫線的嗎 沒有 應該是 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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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這我改行 好 我改行當書法大師 好 好 幫你們寫一個願望好了 好 OK 風很大 風很大 很難寫 鼓勒 好嗎 來 風太大了 有 應該可以放了吧 可以 拉 往上 美 放那邊去 好恐怖 放了 放了 有聲音 放 不要講說他有 放開 放開 你們走開一圈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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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聲音 放 放了 放了 好恐怖 那這裡燒掉了 燒掉了 這樣放 好肉 好肉 烤焰棒直接燒掉 烤焰 抱歉 不好意思 還嚇到了很多 對 然後這個 我覺得風太大了 對 風有點太大 而且也難放 又要 可能要有 有經驗的人放夜宇 是第四方 對 有經驗的人是 有專業人士方 對 好緊張 應該直接燒掉那種感覺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風太大了 好危險 我們就放了 可以慢慢拉 慢慢拉嗎 慢慢拉上來 因為風一吹 它火就會碰到那部分 你看它會碰到 好 好 一二三 一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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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卡在樹上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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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到 成功放到了 而且好遠喔 放到 那第二顆 好 一二三 我們要慢慢讓它散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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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都被完全燒掉耶 拜託 這一定要成功啊 拜託 腳放開 OK 腳放開喔 我屬於二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放爆啦 放爆啦 最終還是 終回到了幾個 沒有 誰的願望啊 製作人的願望 再來跳 我自己也完全被回掉了 對 所以佳欣要感謝我們 對 請我們吃 來 飛這邊去 飛好遠喔 好玩 今天呢 謝謝雨中帶我來這裡玩 嗯 然後這裡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來台灣過後 因為大家帶我去吃啊 去喝啊這樣 然後也是帶我來這邊 看這特別的地方 對 而且我覺得那個放天燈 那經驗還蠻特別的 對 現在燒了很多 應該逼人難忘喔 對 我是毀掉願望的人 好玩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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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玩喔